好,各位买好,我是董买买 刚才哈瑞同学发布了蔚来的NWM 就是蔚来世界模型的第一个版本的视频 我觉得可以聊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于是就做一个十几分钟视频的拉片版 首先他视频中也介绍了 这个是从小区到办公室 全程是一个40公里23个红绿灯的视频 一起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车辆现在停在停车场 直接P挡,直接起步,从车位出发 出发之后明显这是一个向右转 这个向右转其实难度并没有很大 但车不知道为什么稍微慢了一点 反正你可以看到这是第一个版本 然后使出地压车库的整个动线 我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因为你看他走的路径什么都是对的 车速也不慢 你仔细看一看仪表屏 时速在13公里到15公里左右 然后这一段他这个地压车库 相对来说还算路径比较简单 好,这里使出地压车库地库跨层通行 也就是说这个车位到车位 是有能力记忆地库 并且记忆这个地库的楼层的 好,出了地库之后 直接,这个地方是有意思的 这是一个炸机 那可以识别炸机了 并且等待炸机完全打开之后才出去 出了地库之后 直接上来一个右转 汇入主路 目前汇入的这个路径 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没有实行的车挡着你 好,汇入过来之后 目前走在中间车道 其实这也是我感觉 不是很舒服的地方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尽量先走右边车再便道过来 我不知道你们日常开车的时候怎么样 总之呢 就是世界模型 它其实也是跟端端端差不多 学习了人类的驾驶技术 所以相对来讲 会有一些驾驶能力上 跟你的感知 或者说跟优秀的司机相比 有一些偏差 那这一段的路况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 无非就是在一个下雨的天气 然后执行一直来开 他们也把这个视频进行了加速 这一段视频其实可以加速的更快一点 反正没啥特别的 车辆呢也没有变到 但是也跟随住了车流的速度 你可以看到两侧 基本上也没有别的车 比我们快很多 然后在这儿 想试态性的想出去 这里是不是压了一个使线 不是使线 是个虚线 好,变到 变到了一个更加快速的车道上 好,开始等红绿灯 红绿灯这边前车挪了一下 本方车辆也跟着向前挪了一步 整个这一块的拟人化 感觉做的还是不错 然后你可以看到前车起步之后 相对来说前车起步速比我们快 我们拉开了差距 但是在这里 你看在这个位置 渐渐的就补回来了 所以还行 并不会让你的通行效率变得很差 然后这边是一个右转 右转的时候是有直行车辆的 但是我们转的时候 这个直行车辆并不多 非常轻易的过来了 然后右转完之后 又走到中间车道 这条路开始相对来说 车辆就会变多一些了 你看我有公交车进行了一个绕行 这一段我觉得走的相对来说 比较自然了 右边飞机动车走上来了 这个在上海其实不算特别长 它不是 我刚刚想说这个飞机动车 怎么走到机动车道 不是的 这个车道上就对的 就是右边就是飞机动车道 那没问题了 好,往前走 走走 你可以看到左侧的车辆 整体的速度跟我们是差不多的 反正人开就这么回事 但是这个路口二合一的时候 我们被别人夹入被超过了 是吧 这个目前好像感觉不是很擅长跟别人抢 你看远处的那台刚刚加塞我们的车 已经走到远方了 但是我们在路口处又把他追了回来 反正这个是机器开车吧 通行效率上可能目前比人还稍微差那么一些 我看这个视频就这样的感觉啊 好 这边应该往前走 对了行人进行了让行 这个处理的还挺丝滑的 好 这个应该是一个环岛吧 我们是从环岛进去之后 这不是环岛 这就是一个掉头 好 这边是要右转还是 哦 这是一个环岛 不好意思 你看这段路我也没走过 我都不认识这个路 这确实是个环岛 那这个环岛走的还不错 相对说挺丝滑 然后环岛这右转出去 也跟正常的Viu互动了 然后正常出来 走的不错啊 上了高架桥了 上了高架之后 应该路况会相对来说 变得更加简单 不少 好 这上一个高架 向右 河流 这就是上海常见的一个高架的设计啊 好 走在了一个高架上 然后右转 这是不是很快就要上高速公路了 看着这 这个路很容易向上高速啊 刚刚有Viu穿过去了 我们进行了减速让行 做的挺好 看起来还挺丝滑 好 这又是一条不是那么大的路啊 排队 你看我们要走直行的道路跟着排队了 在排队的过程中 逐渐的靠近前方车辆啊 这个排队从我的视觉来看 可能会有点挡 如果右侧的车辆的路啊 我们是左转 好的 好的 这边跟着走进行左转 转转转转转 这个转弯还不错 基本上跟住了前方车流 然后加速 刚才又右侧 有个Viu又让行了一下 好 往前 我们屏幕的右下角 你可以看到 这个还是展示了 辅助驾驶 它目前对周边的感知 以及预测的路线 这因为是半夜系统的车型 它还是一个竖屏 等到大家买新款的 5566以及ET9的时候 它就已经是一个 横平了SIDA系统 刚刚发布的内容来看 半夜系统和SIDA系统的 智能辅助驾驶 都会进行更新 都会用这一套NWM 就是Neo World Map 未来世界博星 好 这有个问题 你看我们是左转 我们左转把执行的车辆 给变停了 这个是不好的驾驶习惯 我们应当是让左转车辆的 这个就是拟人化了 当然他们为了追求 一进到底 其实没有进行干预 这个地方是一个明显的 我觉得是一个 挺明显的一个瑕疵在这了 好的 然后接着往前走 走走走走 可以看到右下角的图片 对路口的感知变得很宽阔 感知做得很好 这边OK 通过有行人的路口 过得也很丝滑 好 继续向前车道减少 丝滑的河流 往前走 走走走走走走 好 前面是不是高速公路的入口 我看到了 哎 果然他要进高速公路了 进高速公路了就有意思了 高速公路的话 这肯定会有一个收尾站 我们看看他能不能走ETC啊 不知道他会不会演示过ETC 好 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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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上了 上了 上高速公路了 好 开始在往左侧车道河流了 这个应该是接而进入高速啊 我大概知道这个高速的位置了 好像我应该是走过这条道的 还是 啊 对 往前往前往前 好 绕了外环的这个圈开始绕绕绕绕绕 好 绕上来了 绕上来之后 哎 这里应该是有一个社会站的吧 啊 应该往前面 前面应该是有个社会站 我跟大家一样 是第一次看这个视频 我就觉得值得来解说一下 很细细的拉片讲一下 啊 对 但是他这个加速太快了 绕的我已经不太认识 他们到底开在哪了 我感觉这应该是金库高速的一个社会站路口 啊 果然是的 啊 我知道是这里 好 我们看看啊 左左边了 走的是ETC啊 好 看看这个ETC的炸机 呃 是 哦 是识别炸机的 是直接正常走ETC过去了 好 他具备了ETC的通行能力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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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ETC出来之后是没有车道的线的 然后这个时候车辆自行的进行了河流 哎 这块表现还不还不错 做的挺好的 好 我们看一下时速很快加速到8090啊 早上的金库高速差不多就是这个速度 啊 他不是早上 他是下午下班时段差不多890公里 好像现在上了100 在金库高速上上海这一段线速是120 但是很难你拍到120公里 所以你经常保持在100公里左右 然后能在车道之间稍微变道去超一下车 就表现的很不错了 现在我们走到了一二两条车道 基本上保持了100多公里的时速 你看前面有一台白车 我们基本上也就跟住了 所以跟人类驾驶员只要你跟住了 那代表这套智能辅助驾驶系统 它至少没有让你的效率上产生问题 然后我们再快速的变道超车 好 向上最右边啊 这里应该是要下载道出去了 好 前面又是一个收备站 这个我知道前面是那个安庭的收备站嘛 好 继续选择ETC的道口 ETC前面有个车 好 我们在这等过 识别的炸机的炸口非常好 好 过来了 这个走在最左边的ETC车道的河流相对变得容易一些 我们还直接向中间变了一道啊 好的 这边是安庭啊 就是安庭汽车城 前面会有一个上海的汽车公园 这里呢 有一个未来最早的一代换天站 对 除了换天站之外呢 又有未来的超充 同时 安庭的这个汽车公园非常值得逛一逛 如果大家周末带孩子的话 可以来 就是在这 就右边转弯过去之后 右侧有一家外郎老 有一个汽车公园 好 那我知道他要去哪了 他就是要回公司上班的意思啊 啊 这条路应该是叫做柏远路吧 他也是上海智能驾驶的测试的一条示范道路 啊 所谓示范道路啊 就是这条路上有好多好多摄像头 随时拍你 你看这个顶上有好多好多摄像头 啊 在这 好的 那往前走 这条路 呃 有的 有一阵子呢 就是他的路况特别差 中间有好多好多井盖 特别适合ET9这样的全主动悬架来这压井盖啊 然后感受一下全主动悬架跟普通的被动悬架的感觉差异 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来开一开 现在 啊 看起来你们看这个路挺好的 尤其是右边 右侧的道路 这个井盖超级多的 是的 啊 然后这条路呢 是一条笔直的道路 右侧的骑行道也很好 如果你来骑自行车的话 也可以在这条路骑一骑啊 啊 好像怎么聊 都说说多了 啊 现在我们还是在往前开 往前开 这前方应该开不了多久 就要左转了吧 还是选择是一个执行车道 没啥特别的 这个路况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也没人家里塞 大家开的也很规矩 那就跟着走呗 好 我们在这左转 在这里左转 左转进入了带转区 你看带转区也是识别了的 好 开始左转了 这个是灯控的左转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 执行 执行 那前面应该也是要左转回公司的 前面就是蔚来在上海的另外一个办公室 刚刚是不是压了点实线啊 这个左转弯做的不是很好 如果刚压时间 好 右边进入园区了 园区这边也有一个炸机 慢慢的停下来了 并且识别的炸机又右下角 嗯 不错不错 好 进入园区了 那就开始园区的漫游 要回到园区应该是有一个车位的 好 往前走走走啊 园区 今天的车很少吗 5月5号 啊 这个视频拍了有一阵子呢 今天是5月16号才发 就是这是10天前的版本 但是刚才说其实到昨天 他们还在那个最后的封版 所以这个版本可能还不是最新的 5月5号 5月5号是不是周末 为什么这个园区人这么少啊 好 这边识别到了一个车位 开始倒车 呃 你看倒车的时候 这块我觉得好像相对来说 博车的速度有点慢 嗯 好 对这么简单的一个车位 这个方向盘再搓搓搓搓搓 好了 但至少停进来了 总之呢 这就是一个第一次未来展示的自己 NWM未来世界模型 或者说牛妹的能力 这是一个从车位到车位 包含了环线 包含了环导 我觉得做的还不错 你们觉得呢